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变成这种离子状态 我们的消化系统才能被我们吸收 那这个分 所以如果要被吸收的话 你必须要变成这样的情况 我们把酸跟钙把它分开来 其实我们的任何一个钙 安定状态的意思 跟什么酸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分开 我们身体里面唯一能够把它分开的 就是我们的胃酸 我们的胃酸是盐酸 那盐酸刚刚有人问我pH值的时候 盐酸的pH值是很低的 它大概是1.2到2.2 那表示强酸的意思 大概跟硬酸跟硝酸是一样的酸度的 所以你只是要拿硬酸去喷人家 你还不能把你的胃酸吐出来 那在强酸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把这个分子状态的这个东西把它分开 这个叫离子化 这个叫离子化 但变成带电的原子 带正电跟带负电的原子 那这个胃酸呢 这个胃酸它的量就是每三个小时大概是300cc的量 每三个小时它的分泌量 那300cc的分泌量的时候 它最大的能够把它就是离子化的 大概是200毫克的凌酸 这暂时放在一边 那我们离子化以后变成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钙离子这个叫钙离子 这个钙离子才能在我们的胃里面 小肠里面被我们 其实我把这个画掉 我画一个图给大家看 上面是你的胃 这是你的小肠 这个是肠腔 然后这个离子盖 在胃里面被你离子化以后 它到了小肠 基本上是12指肠 12指肠我们再看一个画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就说这是腔 那就表示这个是肠管壁 这是一个墙壁的意思 那这肠管壁的 12指肠的肠管壁的一个细胞 只是一个细胞 然后它这边有很多 Calcium channel 唯一一个很奇怪的就是 我们12指肠的细胞 肠管壁的细胞 它是个无限的让我们的 Calcium ionization camp 就是钙离子 离子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来 你只要离子化多少 它就可以全部进到我们的 12指肠的肠管壁的细胞里面去 在这个细胞进来以后 我们的肠管壁的一个细胞 它分成三个部分 这个叫做 Brushing Memorate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那 Brushing 它是因为前面有很多毛 很多小毛 它就叫刷子 所以我们中文可能可以分成是 叫刷子圆末 中间这个叫细胞质 细胞本身 然后这个地方叫姜末 为什么叫姜末 因为外面是血液 所以我们的 12指肠的细胞 一个细胞就可以分成三种东西 然后我刚刚说的离子盖 离子的离子盖 它无条件的进到我们的 Memorate Brushing Memorate 就是我们的刷子圆末 在这边等 那大家一吃盖就会想起 应该要Vitamin D 外面Vitamin D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们的Vitamin D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你的食物来的 一个是把我们的皮肤去晒太阳 你的皮肤 大家都知道你皮肤表面有一层的是 胆固醇 这个胆固醇 只要照了这个紫外线 它就自动变成是Vitamin D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去晒在太阳 晒在太阳不用紧张 当然你晒得防晒有的时候 你只会先通不过来 那你是没有办法按照 所以如果你的脸部 你的腿都不喜欢晒 你晒晒屁股也可以 你也不要到大太阳底下去晒 你只要站在窗户旁边就可以了 你在看不见的地方晒晒屁股也可以 那在土耳朵或者是在这边Ontario 在夏天你只要这个面积 只要锁上这个面积 晒五分钟够了 屁股也一样 不是只有说所有锁 晒五分钟够了 可是冬天可能要晒到三十分钟左右 那阴霾的天可能就更不行了 这个时候你就想办法去买一些 Vitamin D 比较多的 Vitamin比较多的东西是什么 像那个Japanese mushroom 香菇是吧 叫香菇 但是现在香菇你必须要去晒太阳 因为现在香菇不是晒干的 不是在太阳底晒干 是机器晒干的 你要去晒完太阳 它才能够转换过来 或者是动物的内脏 或者是干这一类东西 它Vitamin D 得多 不然就去买干油 鱼干油也可以 Vitamin D 比较多 好了 Vitamin D 很重要 Vitamin D 为什么重要 我这一个解释 我们的Vitamin D 刚刚我说有几种 它是从你的皮肤来的 或从食物来的 然后你的Vitamin吃到你身体以后 你要先在肝脏的地方 我们的Vitamin D 它是一个化学程式 就是大家都曾经念过的 像这样的龟壳这样的排列 这样排列它很大的一个排列 然后它都有一个顺序 然后它在肝脏的时候 它是在第25个地方 被你氢氧化了一次 这就合成的方法 氢氧化一次 变成D2 然后呢在我们的肾脏 再来一次 这是在第一个位置 所以它第一个位置 跟25位置两次的 就变成OH2 然后变成D3 其实这个是一个活性化 就把它激活起来 那已经从一个Vitamin Vitamin变成是一个Hormone 就变成一个是Hormone的东西了 那最终的产品就是这两个 都可以 它可以储存在肝里面 一个Vitamin D 从你晒太阳 一直到最终可以用的 这个叫做 Activity Vitamin D 叫做活性型的Vitamin D 大概要7到8个小时 所以各位不要想说 我现在吃这个Calcium 我现在就一起吃Vitamin D 就有用 没有用的 当时是没有用的 要7、8个小时以后才有用的 然后这个东西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Calcium进来了 Calcium进来就表示 它有一个information 血液中的Calcium 它就会到什么地方呢 到我们的肝脏 到我们的肾脏 我们想告诉它 我的Ionization 就是离子化的Calcium 进来了 你要过来帮忙哦 它们就会用 最终是变成这个形态 它要干什么呢 它会到我们在肠管壁细胞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Receptor 就是接受体 然后大家都知道 只有Hormone才能发命令 其他都不能发命令 对细胞只能发命令 就是它 所以为什么变成Hormone 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发命令给它 它就会告诉DNA Activity Vitamin D3 已经给我的命令 它的命令以后 它设计图做好了 它交给RNA 做出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Calcium Binding 叫做Calcium Binding 叫做Calcium Binding